這算他們在幹嘛 蠻令人好奇 欸 楊謙哥 你們剛剛在幹嘛 我的人生已經空白了 看到我特斯拉帳戶了嗎 現在是沒有東西的 我名下乙無車 乙無車輛 我們要交車了 一般交車呢 賺了一點錢都算是蠻開心的 可是今天呢 因為我們買了兩台特斯拉 一台是新車嘛 交新車當然OK嘛 有虧很正常 但是第二台呢 是我開了一段時間的特斯拉 好不好 然後今天呢 他要離我們而去 因為我們成功把它賣出了 那一百五十五萬的本錢 賣不到一百三 應該也算是蠻對不起 爸爸傳承下來的這個產業 哈哈哈哈 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連丟媽媽 爸爸生媽媽 一年沒有虧過那兩台 那麼多錢的 好不好OK啦 今天我們也算是很高興 這個車主呢 成功跟我們交接了 這台特斯拉 我們把電池修好 是不是 像說說電池修好到底 會不會比較好賣 今天是不是就證明了 欸 修好才多久 不到一個月吧 是吧 馬上這隻媽媽秒殺掉 看到就厲害了吧 好不好 不過今天應該吃起來看好不好 店內車有沒有 看一下看一下 看到這邊 滿滿的車 所以車很多 現在呢我們還有很多車可以賣 我也有很多車可以開 那你們想看我現在開什麼車嗎 我帶你去看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最近就開這台啦 告訴大家一下 我現在就是開V-Ring的車主 OK吧 有任何V-Ring的問題 都可以問我 然後呢我最近目前在整理這台車主 邊開邊整理 這台車我相信有在關注我們頻道 都不陌生 過了四年的影片 這台車拍了一年多 XX老師 好媽 沒有遇過這種事好不好 媽你在笑 好 OK 大家開心我開心 沒差好不好 開心就好 這台車目前在我手上整理 到底整理是什麼 我們之後 介紹給大家 然後再告訴你 為什麼我要 氣墊重游 你在跟他說白白的感覺 為什麼你的背影有點落寞啊 不會啊 OK吧 如果有賺錢一切都是開心的 那我今天今天是 今天你去笑不出來啦 好不好 我跟你說 落寞的不是我 你知道誰最落寞嗎 來我帶你去看好不好 我帶你去看 誰是我們全公司 最落寞的人 你知道嗎 就是他 哈囉我們公司 最落寞的人 從此以後 他已經沒有伴侶了 OK吧 空空如也 放哪一地方插了 他就一根 跳跳跳 跳跳 可憐啊 還有一個更可憐 我再再看一個 他們 這個原本也是 上一個單身的 目前待在裡面手掛 因為他是轉接頭 很久沒出動了 可憐吧 所以我們就 幫我們三個拍一下 寂寞俱樂部 咱們 兄弟們 就到今天了 好不好 下一次 再換騎禮的時候 就是我再度成為 電動車的車子 會不會就我 買MAC1 應該也可以充 好不好 再見囉 關燈儀式 OK啦 就這樣啦 希望下一次 我們會賺錢 OK啦 再見了 特斯拉 怎麼樣 現在電動車換為油車 然後說真的 因為我自己開這台車 目前在開這台車 我也沒有覺得 加油的頻率有高到 讓你覺得很棒 我大概加滿可以 跑500多塊 對啊其實也還好 然後我大概 一週 以我的使用程度 大概一週 多一點加一次 所以其實你也沒有覺得說 比較麻煩 但是換個角度說 要把這台車拿回來開的時候 我要先去做一個保養 保養這件事情 我已經很久沒做了 所以我就是覺得有一種 覺得這稍微有點麻煩 那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要換我來油車咧 為什麼電車不開了 好好的電車 其實好好的 其實好好的特斯拉 虧這麼多不留著繼續開 好像沒道理 對啊都已經虧了 都已經虧了 說真的 其實我有想過一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開的電動車 應該我們有開一年多了吧 主要後來都在開 我完全都開電動車 應該快兩年的時間 我都在開特斯拉 那我自己的角色比較特殊 我們算是一個專門拍中古車頻道的 這個車商 對啊 然後又介紹很多車子的資訊 那有時候還要上節目 分享一些中古車的知識 那其實中古車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我覺得頻道有差異很重要的是 我們是一個非常用經驗 在告訴大家 分享 對 就是說我們開了什麼車 遇到什麼問題 或是維修了什麼東西 這件事情是我們頻道 很重要的一個價值 那我們開電動車 有一種感覺就是 你不覺得開電動車有一種 覺得汽油車都是他國事物 因為很多人在看影片的人 他沒有這麼多車可以開 對 他永遠都開哪一台車 沒錯 那我們就可以換不同車開 那所以你看像我人生中 換過非常多次車 可能二三次才有 那所以我每一次開這段時間 那我學習到一些新的東西 包括說 我VOVO的車開起來怎麼樣啊 馬自達的車開起來怎麼樣 然後VOGUS開起來怎麼樣啊 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說 都是一個很好拿出來跟大家分享的 結果我永遠都在開電動車 我這一兩年我全部的經驗 跟使用體驗全部是電動車 電動車又方便要靠杯 什麼都不用 也不用加油也不用保養 什麼都沒跟你沒關 你連修車廠都不用去 加油站借廁所都不好意思 所以就有一種覺得 好像很奇怪你懂嗎 就是我賣的東西 跟我自己在用的東西 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覺得不是 應該是你的心態要調整一下 不能一直開特斯拉 你要偶爾換一下口味 可是我跟你講喔 特斯拉有一個他 很多人會說開特斯拉回不去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特斯拉其實給你的體驗 是真的是非常方便 譬如說我一上車 我基本上我手機不用看 我導航去哪裡 我直接用電話講 你不用帶鑰匙 我是路癡 然後我一定要上車用導航 我就上去講說 導航到哪裡哪裡 回家 他馬上就導航 那你說現在我現在換這台車 我這台車是有Airboard Car Flames 對 所以我感覺好一點 你還不能這樣滑一滑 對不能滑一滑 不能看一看 不能看一下地圖 休息的時候不能看Netflix 對不對 這個東西都是會讓你上癮 然後好處就是怎樣 你出門不會忘記帶手機 但有一個缺點是 這個你下車會忘記鎖買 欸對 還有不會熄火 剛開始就不熄火 下車就直接下車了 忘記了 因為其實這就是電動車 給我們的一個很大的方便性 就是說你學它 你換特斯拉 你需要一點學習成分 但是當你學會了以後 就有一種移不開它的感覺 就好像有Apple的電腦 有點依賴性 所以我自己的感覺是 這件事情是一個特斯拉比較大的差異 但有時候真的我用習慣的是說 因為我打個評估 我每天出門 誰還想要去加油 我每天出門我滿電出門 因為我公司就有充電器啊 所以我出門就是450公里 那我怎麼會想要去一趟台中 特別挑一台油車來開 那你也享受不到 好市多加油降價的那種快感 完全啊 我就看到人家加油站排隊 我就覺得無感 我就說我要再排一下響 然後說 什麼最近 什麼保養油油 油價要漲價 對或是機油換很多 怪物品 聽不懂 就對我來講完全他國事物 那我覺得這個是電動車 帶來的方便性 但是我說真的 有沒有麻煩的地方 幹我光跑新裝跑幾趟 中和特斯拉 新裝特斯拉跑幾趟 然後 如果真的沒電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要跑一些百貨公司 去充電 趁電 我不趁電 但是我就是要去百貨公司 找充電站 那這個就是比較麻煩 我自己覺得 就是為什麼我也是 我後來覺得不行 我把特斯拉賣掉 那我想再問你一個問題 未來有機會 你會不會想再把它買換開 欸我跟你說 我特斯拉我倒覺得還好 因為我覺得那你隨時要換都可以 而且 它後面越來越好 我就等它後面 電池更好的 或者是配備更好的 你看現在新款的Model 3已經要上了 那如果不要特斯拉 比如說其他的電動車 我會想要 這個我會想 沒有想 所以如果有想賣我電動車的 我想看看 譬如說像我現在開BMW 我就想換iPhone 那或者是PR 的純電車 因為我覺得 我不知道其他電動車的 充電體驗 還是是不是這麼好 因為尤其是我們出外線式的 那說真的 我家附近有一個Rupower 但是 除了我家附近 我也沒看到其他地方有Rupower 就第三方 現在其實有越來越多 對 但是很少 那其實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大的抗性 因為你以前開特斯拉 你那是TPC的嘛 你是去特斯拉超充 而且可是我很多地方可以充啊 因為特斯拉充電站 在桃園越來越多了 那可是近期是 外充站還沒有這麼多 那我說真的 還有我家附近 因為不可能天天跑回BMW 去充電店 我自己覺得 我會想體驗看看 其他平台的充電車 跟特斯拉的差不多 因為很多有第一台車 它如果買的是電動車 他牌的 他們會很輕易的換回油車 但是換電特斯拉的 聽說很少換回去 中程度很高 很高 因為說真的啦 這個光 我覺得上車這些體驗 APP帶來的體驗 上車預熱啊 就是它的一些系統的介面 最近很冷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就很懷念 我那個Model Y 那個方向盤夾熱 對 那個Y有夾熱 對 我就沒有 上車前還可以先把它夾熱一下 對啊 然後覺得 車內先夾熱 這個好像 然後還有就是 有時候想在車上睡覺的時候 沒有電動車就真的有點麻煩 我覺得可以試看看其他電動車 我也蠻想體驗看看 真的 我覺得如果說 像我就很想買那個Key 到底那個EV6 EV6 到底有沒有大家講這麼好 還有Ioni 5 我也覺得還不錯 但我說真的 還有你一個6對不對 媽 那車都長太醜了 那BZ4X你想不想試一下 我退掉了 我還沒去退 我的錢還在BZ4X 我還在電動車耶 還沒交耶 我有三萬給他 他忘記退錢了 他會通知你要交車 人家通知我交車 就不妙了吧 Wagon大概算是我 對家庭生活最後的抵抗 壞爸爸最後的抵抗 就是不開休旅車開Wagon 這個我覺得蠻適合你的 就是他這個空間利用性也蠻好 其實我覺得空間還是太小 這還太小嗎 可能還是你這個歪太大 我小還長大 但是你小兒會不會覺得說 他不喜歡邊打BZ 我跟你講他很懷念特斯拉 他一直問我為什麼要把特斯拉賣掉 因為他想調顏色 他想調顏色跟看Netflix 對他喜歡他那些公里 那我現在也是把我的電動車給賣了 但我覺得這只是一個過程 對我們兩個都是酒菜 我們兩個第一次賣車虧這麼多錢 真的耶 第一次開這麼多車第一次虧錢 我們自己的車大概虧最多錢 就是這兩個 我們就從其他地方給他討回來 從哪裡 你告訴我 沒有 討不回來 我們從這個經驗值討回來 好啦 就當作拍影片給大家分享好不好 我們有時候有體驗過這個過程 希望未來電動車可以讓我們賺錢 我覺得一定 不要說一定好了 不要再把話講太實 以後我都是被割 開別的電動車也被割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我家坐車坐30年 我爸說沒有 遇過買一台車虧這麼多 還連虧兩台 都一樣 舒服 太新 你今天說到底虧多少嗎 530萬2千 買的Model Y 賣195 就30萬嘛 30萬嘛 然後我 差不多啦 155萬買的Model 3 賣129 那兩台就差不多快60萬了 就等於一台大概30萬 就大概虧一台Yaris吧 差不多 我也差不多 一台大概就是虧30 那時候一百七十幾啊 然後賣多少賣 賣140嘛 快140啊 差不多啦 OK啦 加起來快一百萬欸 真的欸 三百一百萬 你說理由嗎 賣車的理由嗎 其實我其實是蠻喜歡他的 其實逼不得已還是得賣吧 口袋不夠深 已經 已經快要保護快要過了 我要把這個XX 留給田園來補了 這是一個原因 我自己最大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 我還是想在最後還有很多油車選的時候 多一點選擇 那開車沙車很方便 那是說真的 喪失靈魂這四個字 我覺得 不能說沒道理 那說真的 我們自己做這個行業 我覺得 很多油車還是可以體驗 對啊 因為你畢竟就是 坐中古車來來去去的嘛 我覺得你就是應該多體驗 而且 各家的電動車 我們也可以體驗啦 對 就是Mk1要不要訂起來了 其實我本來是想買 Taycan Taycan OK 後來呢 還算了 因為要等太久了啦 就不訂了 我已經那個網站打開選好了 結果後面看到結帳的價格 500多萬 還算 哈哈哈哈